大家晚安 再次跟大家說一聲晚安 其實我們中華海峽兩岸新聞事業交流協會 我們不是新的協會 我們創這個協會已經18年了 18年的歷史 我們的創會的榮譽會長 洗水素先生 他本來是今天的主辦單位 他是因為他人在大陸 他有發言在60歲以前 他要走遍大陸1400個城市 他達到了他今年還不到60歲 就已經達到了1400個城市 他的夫人就坐在那邊 那個美麗的小姐就是我們的喜夫人 他要今天代表 你多賞一下 我們中華海峽兩岸新聞事業交流協會 唯一的簽名是什麼 名稱太長了一點 我自己私下認為 每次我簽名幹什麼 都要寫中華海峽新聞事業交流協會 我自己有這東西記不起來 這個是人的記憶力 因為簽名的話 太長的話很難記 我相信各位我們會也都會這樣 但是因為是歷史我們就要傳承 我們不能圖改 我們不能篡改歷史 因為是全人的努力 留下今天來 我們還有今天的中華海峽兩岸事業交流協會 那我們海峽兩岸事業交流協會 簡單跟報告 我們的下面 我們的部署 還有很多個協會 我們有環地產的 所以今天我們有環地產的專家 環地產協會 還有我們的文創協會 農業委員會 我們下面還有很多 總共有30個委員會 我們都有一個委員 主任委員 我們都是各隊各專業的來負責交流 因為我們走的是 我們其實是中華海峽兩岸 中華兩岸就是在互相兩岸一家親 我們一定要走出跟大家來交流 而且我們的契約組 我們有18個顧問 我們趙大榮今天他也在開一個現場 他也是我們在台中 今天專門從台中港過來 來參加我們的審會 而且帶有13分的人辦首領 我們給他鼓勵一下 這是我們場的一個基德 他的員工很多 他也是經常到大陸去 我們主要任務就是把我們 我們有18個企業 還有我們很多會員都是人才積極 我們希望能夠觸動我們的兩岸交流 就是說把我們相互學習 把我們的 因為大陸也有很多好的文化 還有很多好的農業 還有很多好的水銀 我們都還要向你們學習 所以我去了 我剛剛跟大家報告 我去了六四大陸 我去了六四大陸 我一次感受我一次不一樣 我會感覺說 我怎麼會越來越喜歡上大陸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一定是兩岸交流一家親 我們一定要和諧 所以我也參加 我們下個月也要參加 敬江不見的敬江論壇 我也參加了 雖然這幾天 它是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交流 我們把我們兩岸的文化 我們能夠搭上友誼之橋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傳結在一起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在10月5號會員大會的時候 還有那個交接點的時候 我們海基會董事長 也是親自參加我們這個會 親自參加我們 而且跟我們一起長須 對我們也是褒獎有加 所以我們要好 我們還要更好 我希望說大家不詳細的話 以後我們有希望也是能夠到山中濟南去 我們相互交流 我們副主席的這邊 我們一定好好的把我們所知道的 一定跟你們報告好不好 那簡單幾句向大家報告這邊 謝謝